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可怜 没有接受圣贤教育 完全随顺自己的烦恼稀奇 所以才把这问题搞得这么糟啊 这么砸了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今天一切不如法是正常现象 如果都如法了 我们教的就不会这么辛苦了 我们会是很快乐了 大家都很快乐 所以你看看 无量寿经 佛对我们很大的安慰 无量寿经那几句话 就像现在 心人无知啊 我们的前辈啊 不识道德 无有余者 我们今天所做一切不如法的 不能怪啊 你好好去念这段经文 你就会心平气火了 你就会生智慧了 不会生烦恼了 现在我们没有学好 我们的父母不知道 没做好 我们父母人 我们的祖父母也没做好 我们的真祖父母也没做好 中国从清朝亡国之后啊 社会就动乱了 军阀 把格局日本人侵略了 把这个整个社会打乱了 我们从小还幸亏 十岁以前住在家乡农村里面 念私塾 受一点教育的基础 所以我知道 这个基础教育很可贵 虽然是十岁以前受的家教 一生 我今天八十岁了 在这个整个世界中 没有染上一点不好的血气 就靠那点东西 所以我才真正体会到 中国这个传统教学 这个从小砸的根 这个不可思议 这我亲身体会的 当然我遇到三个老师 这三个老师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提醒了 如果没这三个老师 也很可能被这个社会大染缸啊 染无了 三个老师当中 我二十六岁的时候 遇到他们 这提一把的时候 那时候染得很轻 马上回头 一生当中 对人对死对无 没有一个恶念 没有一句恶意 人家怎么毁谤我也好 这个陷害也好 无弱也好 没有一句怨言 没有一个念头的时候 报复他的时候 没有 你说我多快乐 为什么呢 这个在学佛之后知道 如果我们生气 去整他 报复他 他所受害三分 自己所受害气氛 划不来啊 所以一笔勾销 我感恩他 为什么感恩他 他来考验我 看看我 忍如精进功夫到不到家 我把他都看到善知识 好人 他来考我的 每一次考试 我都能通过 我感恩了 我这一生生活在爱 感恩的世界 这是我跟江本波斯 他小我 大概都小我十岁 跟我站在一起的时候 他比我老很多 身体也不好 他很羡慕我 我问你怎么保养的 我说我 就是用你实验那个方法了 他说什么方法了 我说你实验出来不是 爱跟感恩 是宇宙的核心吗 他说是啊 我说我做到了 你没做到 你谁实现的 你没做到 我做到了 我生活在爱跟感恩的世界 所以快乐 心地永远一切 你亲近 亲近就不会生病 慈悲就不会感染 这个是切身的利益了 虽然是一无所有 可是我生活不缺乏 这多么幸福 多么快乐 跟我同年龄的人 甚至于比我小个五岁的人 那就是小十岁的人 都不能跟我相比 这个是 圣贤教育的成就 圣贤教育最重要 你要做到 做什么 就是你真的要放下 这我感恩张家大使 第一天见面 他就叫我 看破放下 第一堂科 那我这个行业 是他老人家替我选择的 我很感激他 他告诉我 你只要一生 学释下摩尼佛 那么你的一生 要是佛菩萨照顾你 你一点都不操心 所以不管是顺境 逆境 我总认为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都是好人 人人都是好人 四四都是好四 他来成就我 来磨练我 让我的这个 断线 道义 智慧 天天增长 给一些 常常听经的同学 你们应该知道 你们听我 讲经教学 你把去年我讲的 跟今年比较一样 我今年有很大进步 再前年比较一样 我年年都有进步 他怎么不快乐呢 没有进步就不快乐了 退步就懊恼了 年年有进步 越越有进步 所以永远欢喜 长生欢喜心 发喜充满 所以你应当这样学法 记住 六族能大死 讲一句话 若真修道人 不经世间过 看到别人的过失 马上反显 我有没有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那个人 他是来视线给我看的 你这么一看就 哎呀那做坏事的人 他是我的老师啊 在这个时代 他做这种视线 让我成就 将来我们自己 在主持道场 弘法立身 我就晓得 怎样改过 所以我要感恩 这个视线 他不做这个视线 我就在经验当中 学不到这场空 你要能存这种信 你看这个道场 你成功了 你会对 做得很不如法的人 你都会有感恩的心 你在这个里面 学会了 你将来做是怎么个做法 如果你要是用意气 感情 你批评人是错误的 人家把这个交给你 你去做也是错误的 一定是心贫气活 一定是常常存感恩 报恩的信 你才能学成功了 那么底下第四 在这种主持人 出事不如法的道场 做义工和职员 会不会影响 往生大死 往生大死的时候 是你自己的事情 问题 你会不会受影响 如果你不会受影响 你在这个里面 成就功德 为什么 他们做得不如法 你做得如法 你去影响他 不要让他影响你 那你是菩萨了 你做的是好事啊 不要说人家的过失 你自己做得 做得比人家好 大家看到了 他受感动 这个是佛陀的教会 指责别人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别人未必会接受 不接受 跟你结了冤仇 这个冤仇结下去之后 生生世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你不是大所料啊 道场负责人 管理不严格 浪费心众供养 道场日用 摄持 请问英国有谁负责 这个你没有责任 你就不要管了 谈谈法师不是讲得很好吗 个人英国 个人负责 你管他这些干什么 你管他这些干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